2021广东车展来到了长城的展台 那我身旁这台车啊 必须要给大家重磅的介绍一下 看见了吧 这是一个长城炮的超跑皮卡 皮卡怎么能跟超跑联系在一起呢 但是长城炮做到了 那么这辆车啊 你看它做了很多很多夸张的改装 比如说这个非常夸张的大宽体啊 这个非常漂亮的前保眼杠啊 里边呢还有两个类似于这个橙色的这个鼻孔 那么在侧面呢 它用了一个跑车化的 甚至说超跑化的这个大轮圈 竞技的轮圈啊 那么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引擎盖上 也有一般性能车上才会有的这种散热孔 同时如果说你往后看 你会发现它这个侧面的这个一子板 后面这个散热效果虽然是装饰啊 但是这个装饰效果是巨大 而且是夸张的 另外呢 它应该也是装了一些气动的避震 你可以看见它的这个车身高度啊 可能连一拳都不到啊 普通的这个皮卡的高度可能 能达到26或者是30公分的一个离地间隙 但是这台车啊 它基本上跟一台莱姆基尼或者说法拉利的这种离地间隙 啊 要差不多了 再往后呢 你会发现这辆车啊 在那车顶还有一个非常巨大 而且夸张的这个大尾翼啊 来到车尾你会发现 它有着跑车效果的这个车尾扩散器 而且啊 有着相当夸张的 四出的这个排气啊 我试一下这排气真的假的啊 哎 这排气还是真的你看手还能伸进去 不是那种一般车型呢 建造那种假的装饰孔 这是真排气 所以这辆车呢 其实啊 应该算是长城炮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我刚才跟工作人员沟通啊 他们说这辆车呢 先做展示 后续如果说效果好的话呢 这辆车会先往东南亚 也就是说像泰国啊 这些国家啊 去进行销售和售卖 毕竟来说像泰国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他们国家的皮卡文化是相当成熟 和发达的 下面一步呢 这辆车有可能也会去到美国进行销售 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是玩皮卡的大哥啊 像这个美系皮卡三强 他们都是非常牛啊 非常厉害的 那么这辆车到了美国之后 我相信也会给美国的朋友啊 美国玩车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个难道不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西韩风格吗